在四川亚安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 中国红十字会就在他的微博发布了诊贷信息 不过这个曾经在汶川地震中 作为民间主要捐款平台的组织 似乎并没有从民众的质疑因应中走出来 信息发布三个小时之内 竟然收到了两万多条内容为滚字的回复 亚安大地震发生后 中国红十字会总会第一时间在官方微博宣布 捐赠500个帐篷救灾 但换来的却是超过600个贺道彩的倒数大拇指图示 整个留言板充满网友喊滚的字眼 大陆红十字会索性关闭评论功能 不再让大陆网友发言 民间对官方已经有官方背景的词分 他们都是嗤之以鼻 因为红十字会包括其他的中国公益组织 大量的动用了民间的力量 然后中保私盲 所有的钱来路从来不公开 他的花法也不透明 这在有智慧的网民面前 它变成了一个黑洞 多年来 红十字会一直被质疑侵吞善款 公众对2008年汶川地震 数十亿捐助款的去向表示质疑 其中相当一部分是由中国红十字会负责管理 据了解国际上大多数红十字会的组织运营 都独立于政府之外 而中国红十字会却与政府有着密切的关系 几十年来 红十字会一直是卫生部的下属机构 官方允许从中国民众募捐的几个屈指可数的组织中 中国红十字会是其中之一 中国大陆的就是红十字会是一个典型的官方组织 它的道德底线的话 肯定也受到共同中共观察上的道德底线收盈权 善款的使用了就是遵守善款人的愿望 对对老百姓的就是极为富坑的慈善之心 建议勇为的向善之心 伤害都是很大的 网友爆料 汶川大地震时 北京某餐厅一个善良的老板 知道捐钱没用 就联系红十字会 准备捐十万人民币买暖水袋支援灾区 但红十字会回复 暖水袋一个二十七元 这老板就自己买 一问才几块钱一个 然后请红十字会在汶川的人员派发 对方说帮忙可以 但是派一个收取十元手续 在中国这个体制下催生出各式各样的 很奇奇怪怪的这种和这种官僚体制 想尽了各种办法去盘剥人民 尤其在天灾人祸面前 他们更加的是不遗余力的去做这些事情 张建还提醒大家 亚安的这次地震又有可能被中共丧事当成喜事办 把民众痛苦的时刻当作中共亲民爱民的表演时机 另外民间组织去亚安救援的志愿者 遭到中共当局的阻截甚至关押 据了解六四天网创始人黄岐和天网义工蒲菲 亲自组团前往灾区救灾 却被当局拘捕 当然应该情况很紧急吧 他发的字数非常少 总共才发了六个字 拦截 召居 公开 他的手机是关机状态 黄岐的电话现在是好像被限制了 张剑指出 中共彻底摧毁了中国传统文化后 不仅在国内造成各种难以收拾的人伦乱象 这些失去道德底线的大陆人来到海外 也造成国际社会对大陆人另眼相看 当地政府在很多公共场所 用简体字标出有关遵守公共道德的提示 酒店什么都会看到 用中文对华人的这种警告 你能说他是侮辱你吗 并不是 因为中国人在海外 在或者在全世界其他地方 他的确是做了很多让人家感觉不舒服的事情 但是我们要想一想 为什么这样 因为这个政体 他摧毁了中华文明 他根本就忘记了 这叫温联公解让 他已经忘记了中华民族的道德 中国经济学家郎贤平认为 中国红十字会利用红十字的名义 侵吞善款 无偿圈地 献血洗钱 红十字会各级领导应该辞职